4月29日,2019年嘉世德香港春拍《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精致名表手带及配饰预览在香港举行 香港艺人麦美恩在场示范总估价超过2亿港元的重点拍品 其中以一款喜马拉雅尼罗鳄鱼皮手提包和一款鲜彩蓝色钻石戒指最为珍贵 这款珍喊雾面白色喜马拉雅尼罗爱马仕鳄鱼皮香钻薄金手提包 有望再次打破手提包世界拍卖记录 手提包产于2011年 高约30厘米,配有18K白金及钻石配件 本资最低估价为100万至150万港元 专家表示最特别之处在于皮包以白色和咖啡色相间 但其实并不是鳄鱼皮本身的颜色 而是经过多次精心加工后的 包中间镶嵌了200多粒的小白钻光彩夺目 专家谈到同款包已经三年在市场上没有新款了 同款包一直都是包类品牌中世界纪录保持者 2017年曾拍出297万港元的高价 之后没有纪录能超过它 它的颜色其实不是natural的 不是天然的 只是是用全人手去漂亮出来的 它首先把鳄鱼皮所有的颜色的部分都除掉 那之后重新把新的颜色再漂亮上去 它中间白的地方是用人手去磨出来的 另外一款3.01克拉鲜彩蓝色VSE钻石戒指价值 同样令人惊艳 最低估价3800万至5500万港元 专家表示 这款戒指以进度极高的蓝色彩钻为中心 旁边配有两个色彩活泼的粉红彩钻 均达到最高颜色等级 稀有度很高 非常难得 它的颜色的那个评定是达到彩钻级别的最高的一个 那个品质 它是达到鲜彩蓝色 Fancy Big Big Blue的一个评定 是所有彩钻里面最高的一个评定 彩钻在钻石里面是非常少有的 它是要有特地的一个地理环境 一个才可以形成的 所以彩钻比起白钻是稀有很多 其他重点拍品还包括一款26.42克拉 超大特士密尔天然蓝宝石胸针 估价3200万至5000万港元 一对共46克拉的哥伦比亚天然祖母绿耳环 估价3000万至5000万港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